这次蝎子莱莱和蜘蛛正太直接捡到了一个由和平心附着的锅 他们决定要用这个锅大赚一笔 天德利拉打工的拉面店常年生意兴隆 因为他们这里做的拉面特别的好吃 这让福尔代丽香很是生气 为什么他们那边那么多人我们这边一告然都没有 那自然在这个时候三恶霸来到这家店应聘当厨师 于是在和平心锅子的帮助下生意成功的抢了过来 利香在抢完了生意之后还不甘心 直接跑过来嘲讽 让你们试试我们店的王牌拉面吧 众人一吃 哇哦 这个味道是 哇哦 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拉面 然而小百合就表示 不还是叔叔阿姨的拉面好吃 原来在一个寒冬之夜 叔叔阿姨对料理的那一份心 那一份真正为顾客早想做出好味道的心 至今都让小百合觉得十分温暖 而利香的料理并没有这份心 哦吼吼吼吼吼吼吼 自古城王败寇 料理不就是好吃就行了吗 你这么矫情我们就来一场料理比赛 如果你们输了就立即关店 而如果你们赢了 那我就给六道大帅咪数字三连 随后小赵也发现了原来对面使用了和平心 那自然有比赛的地方就有我们的蜻蜓队长 因为青青队长是一个公正的裁判 所以他禁止利香使用和平心的锅子 利香瞬间心态崩了 因为他根本不会做菜 而脏了恶霸给他提供了一个方法 在这一瞬间利香露出了诡异的微笑 比赛开始双方各自花一万日元买材料 这一次比赛的项目是咖喱饭 过程中因为利香从来没有做过饭 所以削土豆要把土豆整个都削没了 脏了恶霸只能启动超级变换形态 其犀利的刀工瞬间切好了土豆 另一边卡巴达被蝎子来来的尾巴 弄得摔坏了盘子 两人直接扭打了起来 尽管次郎直接出来 你们不要再打了啊 没有盘子而已 看我的 于是尽管次郎一手刀劈倒了一棵树 随即拉锤把大宝剑开始疯狂的切木头 然后嘴里朗朗指引到 是男人就应该默默的做盘子 不一会木制的餐具就做好了 而利香这边基本上是个猪队友 他往锅里面加入了大量的咖喱粉 而三恶巴的策略则是进行场外干扰 让两个队友干扰卡巴达正常做菜 而利香和张老恶巴则调换了和平心的锅子 很快的料理时间结束 今天队长表示要先吃利香的海鲜咖喱饭 那么自然按照传统的先吃必输定律 今天队长吃了一口海鲜咖喱饭 嗯 真他妈好吃 然后又吃了小百合的香鸡咖喱饭 嗯 小百合赢了 然而这次获胜取得的和平心 还是假的 但是在众人的努力下 阿姨和大叔的生意又重新回复了 小金锦太郎经常上一些健保节目 这次小让准备去爷爷家拿些东西去建 爷爷家有一张诡异的自画箱 卡布达 你终于回来了 啊 卡布 爷爷的稍操作感觉每一次都要把人吓尿 小让则在爷爷家找到了一个瓶子 恰好这个瓶子里面富有和平心 拿去鉴定的时候被眼尖的锦太郎发现 于是锦太郎急忙留下了瓶子 但是他的手太过粗大根本拿不出瓶内的和平心 之后和平心的效力发作他吸收了方圆百里内的酸霉 酸霉一旦到处又会自动吸回去 这样一来就拿不到瓶底的和平心了 聪明的锦太郎想了一个办法 那我就把瓶子里的酸霉全部吃掉 哦 我家好劲儿酸 另一面的卡布达调到了爷爷的研究室 原来爷爷曾经交代过 当他苏醒过来的时候要来一趟研究室 他有一个寻找和平心的礼物要送给卡布达 但卡布达在关键的时刻忘了礼物在哪儿 然后又不慎踩到了机关 又触发了爷爷家的陷阱 开始大逃亡 三个爸办了一个免费吃酸霉活动 当天德琳娜赶到现场说 哇你们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酸霉呀 蝎子莱莱笑道 因为这个瓶子里面有和平心啊 啊你说虾咪 张拉奥巴惊呆了 哇这什么猪队友 既然到了争夺和平心环节 那出来吧 蜻蜓队长 但是卡布达现在困在博士的研究室 根本出不来 而这边的话比赛已经开始 他们的比赛是柔道 蝎子莱莱笑道 看我来抓你的奶奶 结果天德琳娜一个下蹲 蝎子莱莱直接摔倒在地 第二回合小让VS蜘蛛生探 他直接跑来跑去 把蜘蛛生探的变身时间给拖没了 好久会看我的大力出奇迹 但毕竟是人类之躯 力气是抵不过滴气尔的 于是小让赋比赛达到1比1平 卡布达这边在疯狂的采集关 这一次他又来到了一个密室 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神秘的机器人 名曰车轮滚滚 他以速度铸称一个圈就可十万八千里 而他正是博士送给卡布达的礼物 那先天队长叛金三回合 卡布达必须十秒钟之内到达现场 而车轮滚滚果然没有让大家失望 他直接火力全开 直接吓倒了工人 吹起了美少女高中生的群体 大哥你不是一个子宫像的特色片吗 那么果然在最后一秒钟 卡布达赶到了现场 蟑螂恶霸说我可是在你之后生产的机型 我的各种性能和战力都远超于你 卡布达直接说我是主角 然后在战动过程中因为卡布达全身红色 张拉奥巴因为吃了一天的酸梅 于是他感觉是一颗硕大无比的酸梅在向自己靠近 嘴里郎郎自语道 我不要吃酸梅我不要吃酸梅 结果被卡布达找到破绽一个过肩摔 上 那么这次依然是主员工团队火神 但是瓶子里面依然布满了酸梅怎么办呢 舔德丽娜跑出来说我来 然后匪夷所思的一幕出现了 舔德丽娜张开了他的深渊巨口 把所有的酸梅往自己的口中倒 一瞬之间他就将瓶中的酸梅全部吃掉 哇真他妈酸酸 就这样小让成功拿出了和平心 而这一次是真和平心 拿出了和平心之后瓶子也碎掉了 你们猜他们这一次又许了什么愿望 小让说哇瓶子碎掉了 我们让他复原了 让绝对一下 瓶子就复原了 哇 大概先 你们能不能许一些稍微误实一点的愿望 一旁的景太郎也看呆了 哇 卷用和平心许这种愿望 实在是太狠废了 这么一看景太郎的思想还是比较贴三次元的 回到家之后妈妈看 哇 怎么又多一个机器人 家里已经堆那么多破铜烂铁了 不要再放东西了 面对妈妈的德巴刀彻底伤了 车轮滚滚的自尊心 她非常的气愤 一气之下就跑走了 这个时候又出场了一个叫 中原美术的巡警 她刚当上警察 非常期望有大事件发生 这时刚好车轮滚滚 碾碎了她的泡面 并且撞碎了妈妈的脚踏车 这瞬间激起了美术的积极性 交给我吧 这个案件让我来处理 在得知了卡布达和车轮滚滚的信息之后 美术就开始到处贴通缉力 结果犯人就从她的身后大摇大摆的走过 而事实上年坏自行车的并不是车轮滚滚 而是一个富有和平心的轮胎 之后美术找到了卡布达和车轮滚滚 要将他们逮捕 三二爸这边准备用香蕉皮来对付轮胎 轮胎碾到香蕉皮绝就飞了 随即卡在了树上 美术也得知了真正的凶手 我要逮捕那个轮胎 那么人到齐了出现吧蜻蜓队长 而这次的比赛项目很简单 谁能追到这个轮胎 就算剩 现在来来直接使用自己的外壳来抵挡轮胎 结果被黏在轮胎上飞起死的跑 卡布达则直接驾驶着车轮滚滚向位猛充 这一集就像马拉松一样几乎所有人都在跑 而当卡布达变化成超级变换形态的时候 车轮滚滚的力量和速度也会加强 最后车轮滚滚直接撞倒了轮胎 那么这一次还是卡布达对获胜 然后警察自然最后登场 他终于成功的逮捕了这个轮胎 因为这一场误会也和主人公团队成为了朋友 那这一次这个硕大无比的和平心 也是假的 而且量超大 最后美术者拖着这个硕大无比的轮胎 连带着蝎子莱莱一起带回警局 是真的敬业 好那么这就是六道竞争改带来的贴甲小宝 如果你对本节目感兴趣的话 可以数字三连关注我的新的微博和视频赞 这样你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最新更新的节目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by bwd6